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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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TestingTesting 123 有沒有人聽到呢? 當然聽到了,因為時間開咪啦! 早安早安,歡迎來到香港台香港人主場 繼續有一個星期三集的開咪 今日是我 Rita 和我們的新主持 A 妹 和我們一起主持開咪這個節目 早安,A 妹 早安,大家好 Hello,怎樣? 過去一個星期有沒有什麼好玩特別的事情發生? 沒有,都是平平淡淡的 過了一個星期,煮飯 見一下手足,去了探班 因為他們去柔柔 拿了一些湯給他們 我記得你說柔柔 我記得當時你曾經有說過 你們一群手足 心目中是想著 遲些有機會搞一些 類似萬事屋的工作 是啊,因為我們 什麼人都有些 想著 遲些如果我們再開關之後 人多一點來到的話 夠腳一點的 我們可能搞些 如果大家看過銀魂 就可能知道什麼是萬事屋 基本上就是 什麼都做的意思 所以我們有些工程 油油油油油 搬屋 擔監抬抬抬 監務助理 撿屋煮東西 煮湯 這樣也有些 所以,Kalgary的聽眾 大家記住 遲些可能 其實時間真的很快 因為如果疫情再繼續放緩下去 以及視乎兩國中間的疫苗 不同的入境條例 有所改變的話 可能遲些Kalgary 就會有一個真真正正的 黃的手足打理的一個萬事屋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在加拿大生活 其實真的很多 很多的家庭 就是Kalgary 都要做的 我記得我回香港的時候 試過買IKEA 我完全沒有想過 不是自己組裝的 但是我很記得 在現場看的時候 有個女士 完全沒有想過 要自己組裝 所以真的是完全兩回事 譬如說 有時甚至換門鎖 很多小卡卡的東西 你不懂是很難搞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這邊 人力是一個很重要的資源 相對地 很多的可能在香港 在說幾百元就能夠做的 工作仔 這邊 就是可能 真的可能 你叫人來換些東西 幾百元加錢 對 我很記得 我十多歲女的時候 上一份工作 影印機 不知怎樣塞了 我們就開了些東西來看 找也找不到 逼於無奈 公司的同事 叫過Zerox的人員來 那大叔一來到 我去打開機 他看一看我們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女 然後就很鮮定地 在一個我們見不到的位置 拔了一張紙出來 然後他就說 已經完成了 然後我就很記得 那個是 你說2000年頭 75元加字 他用了5分鐘的時間 我這輩子都記得 所以 你這樣只要相比他 要啊 我同事是非常尷尬 因為他還在說 我們要自己 嘗試去解決些事情 不要浪費錢 所以我也很期待 或者在多人多的 如果有手足聽到 也很希望你們 考慮一下同樣的想法 大家互相幫忙 我相信有很多 尤其是長者 都很樂意 幫助這類型的生意 就是我很多年前 我都已經記得 有些同學 爸爸媽媽 他們會去找家附近 住的中小學學生 來鏟雪 有啊 我們有些手足 都之前拍門 因為我們之前 旁邊屋住了一個伯伯的 我們都有拍一拍門 便宜地 有大家旁邊屋 就收順一點 我們又找些零用錢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 挺好的 是啊 拿著一架橙雪機 真的又可以和你的鄰居 打一下交道 如果真的便宜一點 又可以幫到人 大家都會互為互利 我很慶幸 因為家裡比較窮 所以我住單車房 橙雪對我來說 是20分鐘可以完成的 所以暫時沒有工作 可以提供給多人多的手足 但是我知道我們來了很多年來移民 尤其是上一年多的 不同小孩一起住 其實我自己家裡都有長輩 在這裡 他們是很多小事 甚至普通的搬運 他們都會找人來 所以我都很期待 看到一些不同的行業 開始 因為越來越多香港人過來 所以衍生 那我又問一下你 剛才你說的煮飯 A妹 你在香港來了 我想問你來了有沒有兩年 沒有 一年多一點 一年多一點 這麼大的環境改變 通常人一離開熟悉的地方 超級市場一定是一個據點 通常搬到新地方 你一定會馬上 第一星期去看看附近有什麼食物 然後通常人都會 有些人可能會馬上投入新生活 但更多的要知道是長期發展 他們可能會添置很多 添置很多 譬如醬料之類的東西 你來了一年多 講開煮飯 有沒有什麼 令你印象很深刻的東西 跟香港很不同 又或者跟香港也很相似 其實我本身是 平時去旅行 都會去逛超級市場的人 所以就是 就是超級市場支持者 所以一來到 就看到超級市場很大 為什麼可以這麼大 找東西變得很困難 但是我發現原來頭頂也是有指示 最初的時候 發現自己蠢了 因為太大 留下又太高 我根本看不到 因為香港那些是在床學頂的 他那個歌 那時候覺得很蠢 原來就是這樣 我根本就不需要記住有些什麼 但是之後呢 我搬了去 他現在住的那裏 附近有個唐油超級市場 他每個 其實定期有些菜 快爛 但是又未爛 又可以吃的 那他就會很便宜 很便宜的 將他摘在一袋 可能一元 過幾 這樣賣出來 哇厲害 我每次就去 去補他 去沖他那個 現在是 變成超限价 可以超好菜 但是你始終一個人過到來 吃的營養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自己都在外國生活了四年 我最窮的時候 你會為了省錢 有時吃的不夠營養均衡 所以我那時候 一來又年輕一點 那時候 我從來不會擔心 什麼要減肥這個問題 我基本上是過了30歲 甚至過了30歲 32、3之後 我才考慮減肥這件事 我一直以前 從來不需要作出任何減肥 然後我不會有肥這個問題 現在沒有說 肺炎後 就算了吧 但是那時候 我真的不會 從來沒有想過 我要吃少一點 所以我記得我第一次回香港 工作 不是回香港探親 我幾年前第一次正式回香港工作 就開始有同事 有同事 大家會出去吃飯 那我就說 嘩 吃這麼少 但是你覺得 在香港的人 會自動瘦一點嗎 好像大家都 同一個活動量 還是什麼都沒有做 好像香港都是上班下班 那樣 會自動瘦過在這邊 我覺得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因為香港太多好東西吃 我以前小時候 就是大學生 或者二十多歲女的時候 每次回香港的確是會瘦的 因為通常回去不會很久 頂了一個多月 那你就會有很多行程 又去找朋友 又去見親戚 之後又到處買東西 一路不停地瀑瀑瀑瀑瀑瀑 是會瘦的 但是 自從進入了三十歲 這個階段之後 我的人生就不同了 我開始不可以靠自然定律來瘦 還有香港太多好東西吃了 對 我在香港也是很餵食的 但是不知道是否 可能走來走去多 還是什麼原因 我在香港是不用減肥 但是我來到這裡之後 可能加上這個母費 大家就沒有外出 變成了 我看著我的磅數 慢慢地增長 現在很擔憂 但是也關你吃的東西 始終這邊 譬如你平時的食物有什麼 例如餐飲的話 譬如我當你喝牛奶 當你吃這裡的肉類 沒可能不壯些 始終真的不同 是嗎?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和香港吃的東西差不多 好像我今天這樣 我煮了這個蕃茄薯仔湯 接著都是折瓜粉絲 蝦米 再加西蘭花魚餅 其實這些和我在香港吃的東西 是差不多的東西 但是好像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煩惱 有沒有救我 我覺得你應該是動少了 因為純粹完全動少了 你在香港就算多不動也好 你也會乘車上班下班 走來走去 有點貧民薄薄的 但是你現在在加拿大 我相信你基本上都不太出界了 也是 可能真的在這裡懶惰了 現在變了豬 在加拿大是 因為我很喜歡吃薯仔 所以是一個很... 我只能這樣說 我每次回到香港 就會狂讓親戚跟我說 要減肥 可能會減肥 只要回到來 媽媽以前在這裡 因為我媽媽煮東西 很好吃 尤其是煮薯仔 真是... 半年就會變得肥 我也不想說 我的褲子 我不想每次因為肥而買褲 尤其是最近心情比較欠佳 吃到我來說是一件很... 很有療癒效果的東西 說起舒服食物這件事 其實我發覺大家很多手足 都是會... 有時有些空式的時候 有些舒服食物吃一下 真的差很遠 整個人的情緒是穩定很多 我們現在已經自己研發到 做碗仔翅 做煎養三寶 那些鬼靈精怪的東西 我覺得舒服食物就算肥 我也要吃 我上星期就因為很想吃舒服食物 因為我自己在香港是很想吃的 我是為了以前吃的黃店 周圍去 十八區周圍去 故意為一試一間 不知什麼很出名的茶妓 或者潮州粉麵 走去新婆江這些 基本上沒有什麼汗頭的一個住宅區 我會這樣做 這邊也沒有 我上星期去買雞蛋仔 但是真的很失望 所以很期待可以遲些更多地道的消息 尤其是黃色消息 不過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先去廣告 回來繼續 今天輕鬆一點 繼續談天雪地 待會見 為於感受中華的Maxim Wheels 代理超過50款名牌輪圈和車胎 以供選擇 為慶祝17周年 現在提供200套輪圈套裝 以特價優惠同路人 發短訊去416-709-8651查詢 Signal或者WhatsApp都可以 謝謝 感謝一直相信同樂廣告去支持香港台的新舊同路客戶 因為你我們會揭盡所能 商戶包括 香港商戶Chicky Duck 兒婆瑪麗馬來西亞餐廳 北角青藏牛肉麵 位於香港鴨利州的家祖辦館 有誠欣慕 加拿大溫哥華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V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Scrumptious Restaurant 大家好 Papawak 尼安家師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Johnson Rask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城裝飾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機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tzer Engie 正體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加拿大紳士科細瓦省 Elene June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場 感激你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喂喂 Testing Testing 1 2 3 有沒有人聽到呢 當然聽到啦 因為時間開咪啦 來到第二節的開咪 今天繼續有兩個港女的輕鬆對話 在香港台香港人主場 有我Rita 和我的拍檔A妹 我們每次開咪之前都會考慮不同的題目 不過今天我們就說不如輕鬆一點 說說說生活 畢竟我和A妹都是透過香港台的節目而相識 如果不是Peter或其他人的介紹 例如嘉賓帶來的各種機遇 我相信我這輩子都不會認識A妹 同樣地我在香港當時運動 認識到很多同路人 一模一樣 我們當時曾經試過做一個類似小測試 叫做什麼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很流行的嘛 說其實人與人之間 你有共同朋友 你的共同朋友 和那個有共同朋友 說所有人 其實大部分 整體上來說 是有六個階別 六個級別的separation 但我很記得以前我們試過做這些測試 和香港現在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其實是不可能的 即使你七百多萬人在香港 就算城市多小也好 如果不是長的運動 不是那麼多的機遇 甚至是在街上去看展覽時 遇到街坊 聊天變成朋友 基本上不會認識到 所以我又跑題了 但我這裏也要多謝A妹 願意參加我們 另外有機會 就算離開了香港 都可以繼續認識更多的同路人 不過我們先說回整體 剛才你們說過 舒適食 喂 阿妹說來聽聽你們最近在卡爾格里 有沒有好像很豐富 社交生活聽起來比我更豐富 因為我們人多 手足多一點 這邊比較 所以我們旅行社比較少 我們照顧我們的支援組織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那班人 所以變成我們中間的聯繫會比較強 你們會不會經常聚嗎 之前有幾個一起住 中間有一段時間有限聚令 不能去一起玩 但我們初初來到的時候 都會一起去逛山 游游藥客打百合獎 所以剛剛我們有個很有心的熱工 在溫哥華的朋友 其實聽到我們整天一起玩 他特地寄予一個雨黑蟹過來 讓我們過節的時候玩 超開心 我們接下來 我們都會在開關之後 沒有封城之後 就會再多一點活動 可能我們會搞些聚會 除了我們自己手足之外 都想找到一些其他新來的人 一起做朋友 就想建立一個香港人的網絡 大家多個朋友可以互相幫忙 照顧一下 有些什麼都可以跟人聊聊天 所以都很期待 接下來開關 希望可以多些人參與 大家一起認識一下 會很好 所以在Kalgary的朋友 更加要密切留意 將來如果A妹有任何 即是發財規模來搞 我相信她們都會 藉著香港台里的頻道 跟大家說一聲 不過說開打麻雀 其實我聽到很羨慕 因為信不信由你 我是一個不懂打麻雀的香港人 亦都沒有興趣學 我是全家 我兩邊 即父母兩邊的親戚 我們超過50人 因為他們 我爸爸媽媽都算多 兄弟姐妹的家族 也沒有人打麻雀 對 50多人裡面 我是唯一一個不懂打麻雀 我以前也是 我媽媽也不讓我學打麻雀 但是打麻雀當然不用家人教 這些一定是上學的主朋友 也教的 我當時上學的女校 真的很嚴重 而且始終小 小學生 你說中學生 大家互相教大家打麻雀 就很正常 但始終你小學生 就不去到那個階段 我爸爸媽媽從來都不會特別不給 因為我家兩邊的人他們打麻雀 除了兩個太過奔放的長輩之外 他們都是跟自己人打 那些衛生麻雀 但是有兩個 因為也曾經有人 怎樣說呢 小賭而情 大賭就嗶嗶 對 真的因為讀得太開心了 所以有很多帶來一些不好的東西 成長中我的印象是曾經試過 有些大耳窿 那些我都可以理解 為什麼父母不想小孩學 但是 幸好自問家裡 從小到大 尤其是我家父母對於理財 他們從小到大都灌輸 但是反而沒有 為什麼學不到麻雀 其實很簡單 A妹 我沒有什麼親戚 這邊 那你哪裏救人 你哪裏救人 操一台 你不明白 因為你過來探討我們 交些學費就懂了 我可以過來探討你們 負責斟茶遞水 我現在在我家的定位 尤其是我媽媽那邊 有牌打的話 Vita是負責斟茶的 因為我不懂得打 我們是賭家務的 所以是很安全的 你最多在這裏睡一星期 幫我們收拾房子 是嗎 我可以的 我煮東西吃都可以的 輸了那個 我要負責洗碗 不要 我不想洗碗 真的不想洗碗 因為我講 講起洗碗又有一段故 其實很多來到加拿大的移民家庭 尤其是90年代 00年頭 初 之前來的那些 港人移民家庭 我相信這件事 大家一定有鼓勵 如果你是像我那樣的 80後 當年你父母一定為了省水 不讓你用洗碗機 聽到的請舉手 一定 中國人是覺得洗碗機 他們不相信洗碗機 耗的水量 是跟你洗碗的水量 是一樣的 人手洗碗的水量 是一樣的 我是純粹覺得它好像很久 所以才不用 因為我自己用手洗 我可能五分鐘 因為我人又不多 我一人吃飯 可能我五分鐘已經洗好了 變成就不要煩了 因為你一個人 但是當你有一個家庭 其實是合理的 因為 後來自己出去外面住 或者有時候有洗碗的 雖然的確要儲點 杯杯碟碟 但是你明白嗎 蓋好機器 放一塊錢進去 禁遠走開 待會回來 有新的乾淨碗碟 哇 很爽 因為我很討厭洗碗 其他家務我不太介意做 但是洗碗我就是 我經常跟我姐姐說 因為我現在家裡沒有洗碗機 我經常說 我要買洗碗機 然後我姐姐很冷靜地說了一句 她說 你買了一塊錢 你爸爸可以讓我們放煲 其實我看到很多老移民都是這樣的 他們那個焗爐和洗碗機都是我們放的 對不起 我現在家裡的焗爐都是我們放的 我是洗碗之達人 我媽媽是很喜歡我洗碗 因為她說我洗碗又快又乾淨 然後她看電視一節回來 我已經是洗碗碗 連連熬熬熬熬熬 灶頭、聲音 和對著灶頭腹長 都洗乾淨了 所以完全沒有難度 好 我這裡順便來到一個電子式的比武招親 A妹是我们的新主持,美貌与智慧并种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单独的,我不管,我直接帮她招亲 她很懂得洗碗的,听下去三送一汤完全没问题 有兴趣的请在香港台留言,我会有专人回复你,帮你和A妹进行这个联谊活动 OK? 很多手足是手上的 男女女都有,但是始终听到A妹的声音,一定是人靓声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害羞 A妹是一个来加拿大年龄左右的香港女孩子 对不起,我真的不能继续下去,因为说香港女孩 你知道我心目中在想谁说香港女孩 不是有那个女人,她说她自己是香港女孩,什么台湾移民的香港 那个很令人惊,那个有哪一副是女孩啊? 她是不是有点点误会啊,对这个字的定义 虽然她的声音,我觉得以她的年纪来说是舒服的 听下去以这样的年纪是OK的 她也有女性的韵味 认识一点点不太准确 她说这句说话那句话 母亲是可以很耐心的 母亲也可以很吸引,很耐心,很优雅,很成熟 但是不是女孩 会变成很超灵的样子 这个当时一出,这位姐姐立刻爆红的 因为大家都说,哇,一个差不多60岁的女人 可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为了表达自己热爱中国 然后她说她自己是一个香港女孩 这件事大家自己可以上搜尋看看 不论香港和中和女孩这两个字都是不吻合的 而且女孩的定义原来是可以这么广泛的 下子三岁,上子六十三岁都可以这样 潔青也是拿到40岁,别骗我啊 我相信你也马上想起之前193说的那句 无线有一个过我40岁还说自己是年轻人 就和别人聊聊天的节目主持 唉,真的 反而我这些,我是30岁中 我反而还会不停地说自己是中女中女 这是事实来的 我家里有些和我同辈的,但小了一段 你18、9岁的小女,虽然你和她同辈 代溝根本就是她妈妈 代溝是大到这样的 那你不可以,你三十多岁,你心目冲 你觉得你自己很年轻 然后你说你自己是香港女孩 我认为自己是 现在,我觉得是就是了 知道吗? 没有全部不养博咀,OK 这是一种另类的自信 我希望大家有自信是很蛇的 讲一下笑吧 其实女性对女性都很苛刻 老实说,如果有 除了男性对女性苛刻之外 其实女性都对自己这个群体很苛刻 我们也经常见到 虽然这一刻我厚厚恥笑 或是60多岁,叫自己女孩 我们不讲那些 例如你讲外玛方面,那个衣着 真的特别挑剔的 不如这样吧,我们现在去广告先 回来我们讲一下其他东西 就是讲开这个两性关系 待会见 无论你是准备出发 或是初来报道 或是欧师傅 由出发准备 检疫趣闻 找房、找车、找学校、找工 到生活点滴都和大家分享 7月啟道 星期日 澳洲时间晚上10点 香港时间晚上8点 约定你 再加一条木材在厨房里 用什么耳朵呢 交给我吧 哎呀,大妻了 神经病 不行就在这里扮行 那结果怎样呢 行不行不行 唉 你们别拗了 找港姓装饰工程叶师傅就可以了 电话是647-299-6721 咦,Alex 听说我们英国站有新时段 是啊,Sunny 改了逢星期三 英国下午3点 多伦多早上10点 和香港晚上10点 那大家记得 按下个时间 听我们英语里high tea 一起喝杯茶 吃件cake 英语里high tea 文艺本的意见艺术家 巴雕草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香港人不管是出于 一种普世的人文的情怀 那餐饭吃得多少钱 受到多少官方的款待 商界的款待 这些才是重点 那张告票不是重点 我们香港人 记住 我们有一个很强的理由 我们要 怎样光复 我们怎样将香港平反 我们将香港变回 拿回以前的样子 tests and testing testing one to three 有没有听到呢 有没有听到呢 当然听到了 因为不错信了 因为到时锦弄了 来到第四個 再来第3节锦弄 继续有我A妹和Rita 和大家继续来和说男说女 各位听众,因为A妹是新主持,我和Peter,始终我们不是专业的,所谓DJ,我都不好意思说只是DJ 还有大家是拍档,我就觉得真的要互相帮补一下,我刚才说过时就跟A妹说,不如这样吧 你离开这一节,看看有什么说,他就很认真地问我应该如何去开 于是我们就有了港男、港女这个题目,我要跟大家说这些完全是内容 我们是没有,我们这次拍摄这一节因为太适合了,我们没有计算过内容 其实他说什么我不知道,我完全是叫他惊喜我 有没有惊喜我,还是惊喜地失望? 不会,你不要这么说自己,反而我以为你一说完港男、港女,你会继续下去 很害羞,不好意思,对不起 你不要说这些,不要紧了 我直接一点 来到加拿大年多了 有没有多点 想问有没有艳遇呢 我自问,虽然我三十多岁,你可以说我不算老,但我的心态很老 艳遇这些要求的行动力太高 对我来说,我是一些很懒的人,我反而真的很有兴趣,你有没有交济一下 去认识一下这边的男孩子 有认识一下朋友的,但不是这个接触 可能纯粹当认识一下这里的人 我们之前走超级市场都试过被人搭散 被中东男子搭散 然后好像拷水催,又问你这个在哪里找的 这个帐和这个帐有什么分别 但是我写着低败在这里,我不要这样 然后由于他太扯了,我有点不安 所以我立刻找到我的同学出来 然后放他上桌 然后我问,"是会连藏'RE寡历的人,然后她虽然说那么 Komun 不好意思,我们这些男人没有那么细心 我问,"是呀,这些男人没那么细心的! 你可问,"是呀!" 我立刻纸尺下我的同学,他只是这样 把他放上桌,突然袋在腎上掚 等一会,等一下要问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这个世界永远是你的人身体陌生力 0, buddy 听你这么说,她还不算 funky 正常的樣子,但我很怕生寶人,很自在 我自己是一個很遲鈍的人 我記得第一次離家出去讀書 幾年後,我的朋友跟我說 你不知道這個人追求你嗎? 或者說你不知道那時候跟你說什麼,會完全不知道 很遲鈍,但他真的太長,所以很不安 走完一點,他的樣子是壞人 為什麼我去新潮汽市場沒有搭散? 我去新潮汽市場有些 靚姐,我看不到這個 你幫我看看這個什麼時候到期 我每次都是這些 你去多些男人的超級市場,看看會不會效果更好 你不能進去的時候,跟開門的時候說 這個多不多男人才進去? 你不是這樣的 我每次去真的都是這樣 說到超級市場,我突然想起我當年在巴西住的時候 很搞笑的 我在超級市場經常有些老人家跟我說話 男女都有 去新潮汽市場都是找我 不知為什麼 不知是否我的樣子看起來 看起來比較善良 我覺得自己看起來有點愚蠢 雖然我媽媽經常說我扮主吃老虎 但是我記得以前是去新潮汽市場 老人家就會有些老人家 老人家就會有些老人家 例如剛巧和你看同一行的產品 我又說了一句 Hello 或者不好意思,我想拿這個 然後就會有一堆談論出來 很不錯 你是那些 引到別人跟你說話的磁石 只限老人 不好意思 只限老人和小孩子 我那時候說過很多次 中間的年齡層在哪裡 我想問你在巴西 那些拉丁男子是不是很英俊 聽說是很迷人的 我忘記那時候人家怎麼說 有人跟我說一句話 我待會想到再說 這個的確是一個Stereotype 我可以這樣說 首先巴西 他真的是是葡語國家 他不是西班牙系國家 我覺得當然他們那個位置的人 很多性格都很相似 但的確他有些事情 是跟典型那些 譬如很多人覺得 南美洲全世界跳沙沙 那些電子音樂的 那些 那些 絕對不是 巴西 但是 尤其是因為我在南部 我在巴西南部 巴西南部和巴西北部是很不同的 巴西北部真的比較貼切 大家那種印象中看電視 就是熱熱心巴帽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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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就 溫和很多 會收斂很多 但當然 喝喝酒全部都是琴手 我自己這樣說 男女也是 但是 會相對 會相似 南美洲 那種 甚至 澳洲 那種 那種 交際的風氣 沒有那麼喉勤的 會喉勤 但首先需要一些 坐慶之物 我這裡說坐慶之物 我不是十八禁 我只說喝酒 那些人喝完酒 就真的 什麼都做得出 但是 都相對 我印象最深 我可以告訴大家 巴西人 有一件事 他們的確是很注重外貌 整個國家都是外貌協會 我可以這樣說 但他們對於外貌 譬如 他們追求那種美態 香港有一件事 我想我再過十年 我都 接受不了 就是 香港對於 受到 我自己覺得 有些得人害怕的女性 他們覺得那些是漂亮的 但 相對之下 巴西真是說 他們很注重健康 是很注重很注重健康 有很多女生是說 嘩 她都訓練了啞鈴 那些什麼二頭肌 是爆肌的 那些才好看 有些線條 有些肉 不是 但這些爆肌是說 你在香港 你是做得運動員那種爆肌 那麼瘋 是的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 嘩 很熱 這些是見仁見智 但是始終他們心目中那種漂亮 香港那些漂亮 她會覺得是病態 其實又想想 香港那種漂亮 都真的挺病態的 因為 你知道香港的食物 那部分已經小了 可能很多女生還要更細食 啊 我肯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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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 她覺得可以走了 可以不要 是又不運動的 因為很多女生 這幾年都比較好 這幾年多很多女生是會做運動 跑步 瑜伽 某些各樣都有 但是以前香港 真的普遍的女生都 不是很運動 又浮黑 而且香港人經常很追求一種極致的白 和瘦 我自己就覺得 那我就没得出去玩 我姐姐本身体型偏袖 而且身体比较不吸收的女孩 其实她应该不停地吃 然后我很记得有一次她跟我妈妈回港 我妈妈一直不停地重复这件事 因为我姐姐的BMI是低于平均的 她不是故意的,她没办法的 然后她去买衣服 那女孩就说你很健康,而是真心的,不是想娶你买东西的 我很记得我妈妈,我的阿姨就说 怎么搞的,她收上筷子 你居然跟她说她健康 大家对身形很健康的标准不一样 是的,因为我姐姐是不想这样的身形 她很想正常一点的体重 但她去不了体重 因为当你收成这样的时候 其实冬天会特别冬,容易生病 甚至当时我姐姐那种瘦法 是去看物理治疗的那些 她说你这样不碰 她说你这样很容易砍伤肌肉 所以叫她不浸肥肌 是的 我们有个朋友也是很瘦的 但是美女的 但是真的很瘦很瘦 然后她跟我说 很多男生认识她熟了之后 都说初初认识她 以为她吃白粉 但其实很多时候真的瘦的人 他们很多都真的不特别保持成这样的 本身的体质就是这样的 就是好像我跟我姐姐 我们两个其实很像样的 但是你绝对不会分不开我们两个 因为我们两个应该中间差了四个体型 可能你们中间还有一个姐姐妹的 其实我们中间有一个两个人 但是大家看不到 或者我身上拿出来的那些 我可以弄多第三个出来 就是我说笑 但是 怕你姐姐吃完她的东西 你不对 我只是有一次我跟她去买菜 我们不是开车 因为在家附近走到市场 拿着东西走回家 她那时候好像是深秋 很大风 我就亲眼看着我姐姐 被风站到吹不稳 知道我跑了几步 很臭 然后我在后面整个岩 不停地慢慢移动 所以我心里很大风 那一刻我就真的发觉 你说瘦 那当然好老实说 瘦 穿衣服很好看 但是如果你要我瘦到像她那样 我就真的宁愿肥一点 有这么说 这里的风真的很大 大到吹不稳 我应该不是真的瘦那些 我是正常人身形 但是我也是会吹动的 冬天大风的时候 好像有点 幸好拿着东西 然后她会吹到头脱了 我开始都明白为什么很多 尤其是上一年纪的那些 可能她常常戴帽子 我心里都不是很冷 只是大声 因为真的吹到会头疼 这边的环境和香港真的很不一样 真的很不一样 甚至我不要说我在香港移民过来 我每次去完香港 可能探称你 我回来那几个星期 我都需要时间 適应这边的干草 是 我现在 我来到也是 就算春天夏天 都是用香港冬天的奶油 你可能需要时间適应 是 应该需要时间適应 我们去到这个位置 我们又去到一个广告 之后回来继续 最后一节 开麦 明天见 回来第三节开麦 继续有我A妹 为于感受中华的Maxim Wheels 代理超过50款名牌轮圈和车胎 以供选择 为庆祝17周年 现在提供200套轮圈套装 以特价优惠同路人 发短信去416-709-8651 查询 Signal 或WhatsApp 都行 谢谢大家 喂喂 Testing testing 1 2 3 有没有人听到呢 当然听到了 因为到时候开麦了 来到第四节的开麦 今天继续有我Rita 和拍档A妹 大家 刚才说的 港男港女 是的 港男港女 我们到现在还没说 是 结果 所以 其实 很多嘉宾有时说 哇 要四十几分钟 就是四节感情 其实如果你真的聊天 这些时间去得很快 说回港男港女 还没说完 你只是在超市被人踏散 很轻轻 有没有更多故事和我们分享 我自己就没什么 我们国难当前 不想二女私情 对不对 我也是这样看的 作为一个大 我不是家长 但我觉得 的确是 不应该离开了就柴娃娃 但是 我相信 我们这些 暂时没有身份绑住的人 会希望你们享受在新角度的生活 包括回复一些以前可能有的正常社交生活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会希望你开心健康地发展一些新的走势 会有认识到朋友的 但是始终这个疫情之下大家都很难有机会和其他人接触 我自己就好一点 因为我去找过一些当地的一些计划 的机构去帮忙 他有些工作室 是给新闻人的 我去到他又会有些堂 小班上去 变成了在里面都会认识到一些朋友 但是我见身边的 新来到的朋友 很多时候 他都是在工作上 认识到一些新朋友 有些可能自己 大家都是香港来的 互相认识一下 有些可能都会认识到一些其他不同地方来的朋友 有越南的也有 我见他有个是印度的女孩 有很多周围的男孩 都会认识到一些年轻的同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如果想认识朋友 应该是一个最理想的途径 你觉得是吗 是呀 学英文那些 我以前做过 打工在多伦多的英文学校 很多 那个年代 我相信现在都是很多留学生 日韩 很多 中东的留学生 也有很多 你是不是看到这个帥哥 立刻刻着人家私人教授 当然不是 我很专业 还有最主要是 我做staff 我都不是先生 我那时是纯粹在学校做admin的 不是负责教书 但我发觉 原来很多来读 我一个中国留学生都没有见过 是一个都没有 当然了 你换个角度说 你可以说 他们本身 可能很多的英文已经很好的 的确有的 很多 尖指的那些 但也有很多 他们是去到自己围内的人开的学店上堂 可能不喜欢大家同声同气 是的 我这一世都记得 曾经多人多见过一间学店 他那个名字我笑了 我笑了一分钟 他叫姓哈佛书园 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作为天主教徒 我不知道哈佛原来是一个圣人 哈尔滨佛教的朋友 是的 活到老 学到老 原来哈佛也是一个圣人 你不要以为加上姓字 你觉得自己是加拿大 当时我们整个家 开车经过 然后我特意 丢个圈 看看姓哈佛书园 很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学 那时那个年代 很多这些学店 他们是类似做一个像Bridge 那样的课程 就是 给那些很多中学 比如中学最后两年过来的那些学生 他又没有够能力进入大学 不是说成绩不行 是说他可能英语 其他东西都不能够 他们很多进入这些学店 就是当读最后一年高学 然后就接驳回到申请大学 这里有很多社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 我试过去多伦多的社会上课 那我自己就在多伦多 其中一间社会上课 那里面的大陆留学生 我老实说 有很多很努力的 很多他们认真读书 为自己的前途 但更多的是上课 所谓混吃 很离谱 我第一次见人 出猫 他可以公然到整部iPhone放在桌上 你出猫 没有被人捉 你认真一点 你写手板也好 你写策子教 我都看不到整部iPhone 我坐在你后面 你真是当傻 有 我又不说话 我只是写完一份设计卷 我跟学生说 他出猫 我估计他浮缝 但是也很信任你们 其实因为是学生 才知道很参差 我记得当年 那位老师就令我很生气 所以我后面是去投诉 因为那位老师居然跟我说 他说 算了 出猫不要紧 他说 大家都是同学 大家互相帮忙 我那一刻是什么 你还说出猫不要紧 他说 你知不知道 我们老师 大家都在努力 我认识 我认识是不努力 很努力 很努力地准备猫子 我太生气了 然后我就跟学校认识 我说 我今天挺有错的 早上跟我说 学校问回我 但后来我不知道 但我在学校 也遇到很多很好的老师 所以真的很看你运气 遇到一个好还是不好 如果这样也可以 我大学都过山爆死 不要这样 我就觉得这样 你知道什么是过山爆死的 什么啊? 对不起 过山爆死 因为香港的GPA 四分是满分 然后可能大家同学 互相祝福 就是过山爆死 我没办法 因为我太幸运了 我父母从来都不是 那些苦八苦妈 我们读文科 没什么特别所谓 而且你也知道 当你读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其实你拿好成绩不难 因为对你来说 你不是真的在做功课 而是在做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但是还是会很难的 可能有时候会有些功课流灯 或死亡 我读历史 所以尤其是最后两年 我没有什么所谓功课可言 整个课程可能有 三成还是四成 就是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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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业 我通常有空就去评论一下 我看到我的同学真的超惨 他不知怎样定了题目 然后写完之后 然后出了一个新的研究 是推翻了他说那样东西 然后他呆了 那不是要重新写过 然后就说是呀 你真的要重新写过 然后他就认识了 读历史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用太担心有很多新的学说 会推翻了历史 而且始终你后人去承认前人的历史 永远都是主观性的 那你很难说 会有推翻的东西存在 除非有一些很重大的考古发言 但是因为我读的东西 我又不是研究 譬如什么器具 那些很生活性的东西 我是说一些历史大趋势 所以我从来都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但是我可以 你欺负别人死了 是的 我基本上欺负别人 你说得对 但是我可以想象到 尤其是如果你读科学 你要抵抗你的课计 然后有人出了新论据 你听见也觉得很心酸 是的 我也替同学很心酸 恭喜你 我们明年见 明年不见 明年不见 我们明年回来探望你 我们在这边大学 因为相对轻松 没有香港那种 譬如 香港我知道你被人选择了 譬如你入学是什么课 你就不会突然转课 但这边是很自由的 相对地 用多少时间去完成的学位 这东西都很自由的 通常这些是四年 我自己 我就因为某些 选择到哭的原因 令我不能够四年来毕业 我不是失败 但是令自己四年来毕不了业 于是我就要读多半年 去读一个课程 去取得那个学位 我们就叫这些 叫Victory Lab 就是跑一个圈 庆祝自己的诚礼 自我欺人的 自欺欺人的最高境界 就是 I'm going for a victory lab 就是说你四年毕业不了 就是我们这些人 香港是都很 就是好像很 你一定要是这样的 你留班很大件事 在香港好像 到现在都是 甚至大学都是 有时候可能你想多些时间 去做一下兼职 可能趁着还在读书 可以玩多些 多一些经济 但是没有整个气氛 逼着你要多读 可以的话 你越快完成它 别人就会觉得你很聪明 如果你选择 或者你将它分散来读 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留班 就是会有这样的提法 是 或者读不完的大学 或者中途停了 甚至因为因病 人们都可能会很 不停地追问你 为什么人生有一个空窗期 但其实 人生有一个空窗期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我会想休息一下 我不觉得有何错之有 我以前 第一季的时候有个同学 他读了一半 他走了去做图艺家 他现在就是一个图艺家 你说他不成功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说 有很多东西很相似 譬如你在香港来到 你可能不用担心吃不了家乡的味道 即舒服食物 你去到超级市场 你又可以买到你想吃的东西 又好像刚才A妹说 煮饭方面 都不会跟香港很大分别 但同样地 有很多东西在生活上 很多小细节 由读书 到识人 到上学 都会有很多不同 那就一一留待A妹 或其他新朋友探索 我希望下次有机会 可以真的 我们今次没有接触到 但下次真的想问 譬如甚至A妹 来了一年 她对于这边的所谓 譬如家庭的理解 两性关系 我们可以谈谈这些事情 我会很有兴趣知道 一个来不久的香港人 怎样看加拿大 好 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兴趣 刚刚来到的人来说 也很想知道有什么差异 好 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来到这里 我们跟各位说声 拜拜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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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加油!香港人!加油!香港台!加油!香港人!加油!香港台!加油!